有的人可以陪我们走一生 而有的人只能陪我们又一程 时光荏苒 一眨眼又到了毕业的时候 接下来许多人将开启人生的下个阶段 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了 最近一个中央戏剧学院的神奇宿舍 发展的令人相当叹服 那就是易阳千玺的宿舍 这个宿舍一共有四个男生 其中三人已经在娱乐圈走红了 大家都知道 2018年 易阳千玺 以话剧影视表演专业 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被中系录取 进入中央戏曲学院 而报考中系的考生 每年有接近两万人 属于万人过独木桥 想要在圈中成为当红明星 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易阳千玺的宿舍 不得不让人感慨 真的是发展的太优秀了 第一位素友是周正杰 颜值上不同于其他几位 是属于那种带有痞子气质的帅气 他的作品风平浪静 虽然关注的人不多 但他的演技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特有的气质 相信很快就能追上其他几位 他的新电影《彷徨之刃》正式杀青 并首次曝光剧照 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第二位要介绍的室友 就是罗易周了 2019年在话剧《白蛇》中 饰演男主角许仙 并因此受到一定的关注度 2020年参演抗议剧在一起 2021年作为训练生 参加某平台青年励志综艺节目 青春被评选为主题曲中心位 不过罗易周却是个例外 通过几期的表现 深受大家的喜欢 并迅速走红 关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并且还在就读电影学院 相信以后发展会越来越好吧 第三位室友是胡先旭 他年少时就成名 2009年 凭着天津电视台电视演艺节目 当红不让 获得周冠军以及季度冠军 由此进入演艺圈 而后拍摄了多部影视作品 在其中的演技 也是受到大家的广泛肯定的 在这个宿舍中 一扬千玺的发展 绝对是四人中最好的 第一部影视剧作品《少年的你》 就让他摘得众多奖项 还获得了不少大导演的青睐 像陈绍红 陈凯歌 吴京等人 都对一扬千玺的演技 赞不绝口 接下来大家会看到 一扬千玺的罢屏时代 粉丝们可以期待了